去年台北市一所幼儿园园长的儿子 爆出了涉嫌性侵女童 法院将在8月宣判 不过现在传出 受害人数增加到了20人 甚至还被拍摄了 600多部的犯罪影片 令各界哗然 那么对此台北市长蒋婉安 透过了点书澄清说 去年在第一时间 就接获了通报重点调查 废止许可并且停业 也做出了最高采取 但是议员质疑 在2022年就有受害者 市府却是没有作为 也没有将老师停职 才导致有更多无辜的孩童受害 台北市幼儿园 是近期社群平台 最火热的关键字 民众心痛愤慨 又有无辜的孩童遭受狼爪 去年北市某幼儿园 爆出一名老师 更是园长的儿子 涉嫌性侵女童 如今8月即将宣判 不过却又传出 受害孩童人数增加到20人 检警更在狼尸的电脑 插扣600多部性影像 行径令人发指 其实早在前年6月 就有家长报案 警察官当时认为证据不足不起诉 后来有更多人反应 去年7月幼儿园才被搜索 台北市长蒋万安心上火线成心 教育局去年接火通报后 第一时间就展开调查 但令家长无法接受的是 司法调查期间 老师没有被停职 幼儿园也持续招生导致更多小朋友受害 教育局要负起非常大的责任 其实可能高达25件 这么离谱的状况 讲话你难道一点一句道歉都没有吗 难道呢你还可以继续卸责吗 按照姓平事件 应该是司法跟行政调查 两者并记 台北市政府为什么 2022年接到通报 却迟迟到2023年的7月 才正式成立调查小组 内法院周五深夜三读通过 黄紫皂条款 若拍摄 制造 重置 而受性影像 可处罪重7年有期徒刑 并喝最高100万罚金 不过北市再报狼是恶行 却续品再犯案 引起全民公愤 这种地方都得赶快不破网 记者欢迎中文字体报道